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结束英国GA峰会之后 美国总统欧巴马前往德国访问 他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说 表达削减核武的决心 吸引四千多人聆听 美国的核弹数量削减后约为一千枚 欧巴马希望透过这一姿态 迫使俄罗斯也能做出相应动作 欧巴马在演讲中还强调了美德两国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团结合作 并鼓励新一代人接受历史的新挑战 早在2008年 欧巴马以参议员身份访问德国时 就提出在布兰登堡门演讲的愿望 时隔四年半后终于实现 布兰登堡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50年前 盖乃迪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以德语说 我是一个柏林人 在自由世界引发震动 26年前 美国总统雷根也在这里 呼吁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推倒柏林围墙 推倒柏林围墙 最终实现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新业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